想要创造财富,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,寻找契机。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,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。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。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,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。 108年金管投雇,新字第012号,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,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,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。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,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 听众大家好,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标股智囊团,我是你的节目,主持人飞瓶,现场为您邀请到大来国际投雇的总经理,听教宇哥,来到我们现场,宇哥好。 废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,我是大来国际投雇总经理丁兆宇。 来我们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,清明廉价回来已经放了5天了,台北股市是开低然后慢慢的指纹。 大家还记得吗,在我们放假这5天当中,真的是一大堆的利空,包含了蔡总统访美,会晤我们的众议院长麦卡锡。 除此之外,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,所以中共宣布启动台海峡巡航的行动。 再来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就业数据不是很好哦,再来就是油价大涨,通膨担忧会上升。 所以呢,台股今天仍然是跌幅收敛,而且是个股表现。 我们的宇哥曾经跟大家说过,做堆一只股票,很快就会发现台股今年充满了希望,有没有? 天天都有涨停板,不是梦啊。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的这档好股票,6517的宝胜光,今天再攻涨停板,创造了8天7根涨停板的奇迹,真的是太厉害了。 所以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想说,继宝胜光之后,接下来到底该怎么来操作,怎么样找到下一档宝胜光呢?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宇哥。 其实我在之前,我们跟各位讲的观念很简单。 就是去年大家都很惨,不管是做不做股票的,甚至公司的。 其实公司有些公司股价都跌了很多啦。 对。 所以今年,因为去年真的太惨了,所以今年没有这个道理会比去年更差。 那我一直跟各位谈到重点,就是要拉回去做买进。 对。 因为每一次拉回,它一定伴随第一个涨多的回档。 第二个,有一些利空消息。 对。 那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不是创新高吗? 嗯哼。 那放完长假之后呢,这个拉回,它就是一个涨多的拉回。 是。 好,那另外就是刚才费评有提到的,就是一些利空嘛。 比如说蔡隆统去访美,这个不管是大肆做文章也好,中共大肆做文章,或是美国的高调去宣传,大家会担心。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,它也是所谓利空的一部分。 好,那再加上经济数据,美国的这个飞农就业报告来讲的话,今天晚上会公布了,但是应该是不是太好。 不是太好。 好,因为ADP的部分来讲的话,它已经先公布了。 嗯哼。 那是民间版的,它就业数据没有很好。 OK。 所以这个也是市场在担心的。 嗯哼。 再来刚才费评有提到这个油价大涨。 对。 黄金的价钱又创高,这个避险需求,对不对? 大家又担心通货膨胀。 所以这些利空导致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就下跌嘛。 可是你看台北股市第一个,我说上礼拜涨多,这个礼拜回党,然后再降这些利空。 可是台北股市它的跌幅却收敛。 是。 所以我认为今年就是拉回党,有很多股票,它会涨得让大家大吃一斤啦。 大吃一斤。 大吃一斤。 好。 好,当然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保胜光学啊。 保胜光,六五一七。 对不对? 其实还好啦,还好这档保胜光学,它没有融资卷。 对。 不然我告诉大家,那一定会嘎到很多人。 是,没错。 一定会嘎到很多人。 嗯嗯嗯嗯。 那因为保胜光它不能融资卷。 对。 所以你进去买的人,它是实际的买盘,因为你今天买了,你明天才能卖。 是。 对不对? 你不能当冲嘛,你也没有当冲的这个条件,你也没有办法说去融券,或是现股当冲,都不行。 所以保胜光它创造出台北股市今年最大的奇迹。 没错。 八天,过去八天有七支的涨停板。 对不对? 对。 其实我一直跟各位讲,我说今年真的是,我发现今年你股票好好选,你真的天天有涨停板,不会是梦啊。 是不是? 对。 我跟各位介绍了这么久,那你看保胜光学,它今天已经涨到被分盘交易了。 是的。 盘中还能攻涨停。 对。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,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惊人啊。 对啊。 八天七支涨停板了。 真的,不得了。 就光我们的飞碟听众朋友,记不记得我当时跟各位讲,这个是我都忘记了,上上个星期四是吧? 没错嘛,上上个星期四嘛。 嗯,我说它最后一次整理完毕之后,准备要开始展开另一个波段的时候呢,我记得当天就是八天前,那天涨停板我跟大家讲,我说大家要注意,它是最最纯的军工概念股。 是。 对不对,结果呢,你看,它一路这样涨涨,八天七支涨停板,而且从我开始买进十二天的时间,我买完,我买完之后,今天是第十二天。 对。 今天的波段已经涨幅高达104%了,各位能相信吗? 已经完全达成了倍数的目标了,倍数的目标,倍数的目标,已经超过一倍以上了,对不对?这个部分来讲的话,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开心啊,我真的很开心。 好,那保证,光我先跟大家讲,短线上不要追了,我今天全部获利入贷,恭喜大家。 好,那主要原因,不是怕它不涨,是怕它再被分盘,二十分钟一盘。 明白。 那如果再被二十分钟一盘,那股价来讲的话,搞不好一开盘,它就会往下去掉,那那时候你二十分钟才能买的,各位记得。 好,所以明后天这个地方稍微观察一下,那我告诉大家,保证光,我们先全数今天获利入贷,恭喜大家。 那今天八天,拉出第七支涨停板,太开心了。 是的。 好,那另外呢,我觉得保证光这个部分来讲的话,它当然会是一个市场上的重点,所以我在这地方先跟大家去做报告,我说保证光,大家先不要追了,因为我担心它到时候可能会被分更长时间,所以我今天先全部获利入贷。 来,恭喜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们,八天七根掌停板,那已经获利涨了怎么样,104%耶,恭喜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们,今天老师获利放口袋了,来一天我们一定会想说,保证光学已经涨上去了,涨了104%了,到底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找到下一档保证光,到底有什么样条件呢,宇哥? 军工概念,这是第一个,第二个是三月营收,这两个部分大家先放在心里面,那第三部分就是开始在养空的,就是消息很烂的,业绩你看起来不好的,这三个方面。 好,我现在分这三个层次先跟大家做报告,好的,第一个,军工概念,你不要乱买,因为军工概念之前有一些先涨上来了,比如说雷虎,对不对,但是雷虎基本上来讲它已经涨一大段了嘛,那现在它也被分盘交易,再加上它获利数字也没有说真正马上爆发出来,所以这些它已经先领涨的,涨一大段军工股的,你短线上就不要碰了,好,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把保证光学, 卖掉原因之一啦,那原因之一,好,那第二个,你要找一些比较纯的军工概念股,是,对不对,好,比如说像这个隆德造船,6753隆德造船,哇,今天也很厉害,你听名字也知道嘛,对不对,最近就这两天,对,国防部要公布,这个,这个,这个,军舰的一个,这个,标案,对,最新的是一个海巡,海巡署,它好像有七八艘的, 一个,一个,巡防的一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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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艇,这个准备要做开标,OK,所以6753的隆德造船,这个,应该是, 牌面上面相当具备题材性的嘛,那隆德造船其实很简单,它跟保证光一样, 它不能当冲,对,没有信用交易,它新骨挂牌,对,筹麻面,干净,干净的不得了,所以你看, 你看,你看隆德造船,是,所有军工概念股今天是不是只有隆德造船, 6753今天一马当线光,长天板,有,连保证光都没有哦, 嗯,保证光还开开关关哦,对,对不对,对,所以最强的6753隆德造船, 是,我上礼拜跟各位讲嘛,有,这个新骨你要注意嘛,嗯,有,那另外像2208的台船啊, 嗯,但是台船就比较大只,对,它就比较大只嘛,所以,这个部分, 那,军工概念,成分比较纯的,可以去做留意,好,那另外, 你要找什么,2月营收,好,那3月营收有可能好,更好的股票, OK,好,那记不记得我之前跟各位讲过,我说6235的华福,有, 有没有,我说华福这张股票新链长得非常非常棒,大家都知道说它是特斯拉, 或是电动车概念的,嗯,应该这样讲,它是接到中国的电动车的一个大单,是, 好,那这个部分,华福呢,它2月营收啊,年增55%, 嗯,嗯,我当时跟各位讲,它年月都双增,对, 而且这个部分股价已经先行反映了,对,对不对,你看今天是不是再创新高, 有,好,那我先前跟各位讲到,提到一档股票, 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,我现在再讲一次,好, 这档股票,我把它定名叫做小华福,小华福,记得吧, 嗯,记得,华福股本是接近20亿,嗯,19亿多, 那这一档呢,小华福呢,股本只有5亿,只有5亿, 只有5亿,嗯,好,而且它2月营收,年增67%, 哦,它也是年月双增,是,请注意刚才那档华福, 2月营收,年增55%,对,那这一档小华福, 2月营收是年增67%,OK,而且我认为这一档小华福, 它的3月营收会更好,OK,会更好,嗯, 嗯,所以这档股票来讲的话,会是一个黑马,好, 好,所以今天呢,保胜光再拉出第七根的涨田一板过去8天当中, 是,我们所有听众朋友,我敢讲,我敢讲, 你只要不是今天下去买的,你全部都赚钱,是, 你,节前你买的,嗯,你今天都可以轻轻松松的, 一只涨田一板获利卖掉都没有问题,是, 那既然大家都赚钱呢,那我说这档小华福, 你不能错过,好,2月营收好, 3月营收会更棒的股票呢,欢迎大家跟着我们操作脚步, 好,来听我们错过我们6517保胜光8天7根涨田一板的好朋友们, 不要错过,接下来我们的小华福进场跟着老师一起进场来布局, 一起进场来赚,怎么样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呢, 赶快打电话进来,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, 听广告赶快打电话咯, 恭喜我的会呗,还有我们的终止听众, 我们的专家,标股之男,专家, 听赵宇哥,大家进场布局的好股票,老师说了, 天天都有涨田满不是梦啊, 天天在节目当中印证给大家看, 而且这档好股票真的是太厉害了, 就是我们6517的保胜光, 8天攻上了7根涨田满, 恭喜我的会呗,还有我们的终止听众, 短短12天的时间已经怎么样, 获利104%已经翻倍了, 倍数获利的好股票, 恭喜我们的会呗,还有我们的终止听众了, 听众们,这档股票, 如果你没有跟上的话, 老师说了, 接下来老师帮大家准备了, 我们的小花福, 三月营收相当相当的好, 二月份的营收年增67%, 接下来听众们, 想跟进老师这档好股票操作吗, 不要忘记了, 赶快打电话进来跟上, 拿起电话, 现在就播, 023659333, 023659333, 8天7根涨低慢, 涨了104%的6517的保胜光, 没跟上的, 接下来我们的小花福, 三月营收相当好的小花福, 千万不要错过, 023659333, 023659333, 打电话了,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,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, 非便宜, 为你邀请到我们的专家, 听众语哥,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, 天众们, 错过我们8天7根涨停满, 6517保胜光的好朋友们, 接下来老师帮大家准备的小花福, 千万不要错过, 赶快打电话进来了, 明天怎么布局老师, 我跟各位讲, 今年股票很热闹了, 是, 保胜光绝对不会是最标的, 好, 我跟各位讲, 保胜光绝对不会是最标的, 因为我认为保胜光在这里, 他准备要进入一个整理了, 那当然有拉回的时候, 我会再找机会, 再把它买回来, 好的, 那没有最标, 只有更标, 我举几个例子, 我说今年来讲的话, 像AI的股票不是标准胸吗, 像创意3443, 像3661的四星KY, 这个大家要知道不用讲了, 甚至在美股当中, 这个回答, 就是AI的人工始祖这档股票, 它今年也涨了超过八成以上了, 这个大标股,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, 那你看, 他最近这些股票是不是在整理了, 所以我说高价电子股, 他先拉出去之后, 先整理, 那整理呢, 你一定要一个拉回, 一个中期的回档修正, 搭配量缩之后呢, 接下来的资金才愿意进去做, 否则后面的人不会帮先前的人抬轿, 各位记得这个观念, 各位记得这个观念, 就是我们的筹码面要经过清洗, 股价打回来, 你要玩的人重新再进场布局, 重新起算, 对不对, 所以这个部分资金, 你要留意到一些生计股, 生计股, 但生计股我只跟各位讲两支, 其他我不讲, 因为今天生计股表现很好, 有一些族群表现很好, 可是你分不出来, 对, 好, 我只跟各位讲两支, 第一个宝瑞, 六四七二, 这个我讲过好几天了, 有, 那我也跟各位讲宝瑞, 对不对, 你等于有压回, 两说, 因为他现在被分盘交易, 是, 各位记不记得, 宝瑞在上礼拜四的时候呢, 曾经创新高, 有, 就一个开高之后, 当天留个大黑K, 我跟各位讲, 有没有, 有, 结果这个奉关前, 不是一口气, 又重挫, 对, 这个两天差了很多嘛, 那今天就直稳了, 对, 对不对, 真的, 所以我跟各位讲嘛, 你就算是你礼拜五收盘去买, 你其实今天你宝瑞是可以赚钱的, 是, 那你如果追的话, 你追在礼拜四, 你今天你会紧张的嘛, 你搞不好, 今天搞不好看着宝瑞上来, 你小赔卖掉了, 有可能, 所以股票是很好玩, 就是这个样子嘛, 那你拉回买, 你就容易赚钱, 好, 那另外我说你注意三二一八大学光, 有, 我只跟各位讲这两档股票就好, 理由很简单, 宝瑞, 它是有获利, 也有获利数字很好, 对, 大学光三二一八, 赚超过一个股本, 是, 这获利数字也很好, 所以有些资金, 它从高价电子股, 它转进到生计, 对, 但就这两档, 其他的, 我们就不要再多提的, 节目时间的关系, 好,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个资金, 移转的效应, 对, 那再来, 我跟各位讲嘛, 就是, 营收要好的, 对, 营收要好的股票, 所以你看二月营收这个地方, 交出不错成绩单的, 其实有蛮多的, 那当然, 你手中还有那份资料的, 是, AI软体概念股的, 各位回去可以看看, 好, 好, 鸿基资讯, 对, 拉回可以留意, 好不好, 安基, 拉回可以留意, 对不对, 嗯, 那甚至像铃群, 像资通, 对, 那当然这些股票呢, 他在这里, 他进行整理, 对, 什么时候进场布局,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稍微去追踪, 去注意一下, 好, 但是, 题材面非常多, 嗯, 可是重点在于, 我一直跟各位讲的, 股票, 你不要买一大堆, 对, 因为, 嗯, 你绝对抓不住最强的, 没错, 你绝对抓不住最强, 你可能就, 而且, 你不但抓不到, 抓不住最强, 你还分散你的投资, 对, 没错, 对不对, 所以我最近有没有跟各位讲, 我说像AI软体概念股, 你就拉回去买就好, 有, 那营收好的部分来讲的话, 我再举几个例子嘛, 像这个建基嘛, 3046建基嘛, 对不对, 那建基今天表现还蛮强, 但是, 你就不需要去追高, 那另外来讲的话, 有些营收表现不错的, 上星球跟各位讲, 像琴邦, 对不对, 今天是黑的, 黑的不要怕啊, 对不对, 拉回可以去留意买点嘛, 那另外德维, 这个3675德维, 这个有老朋友了, 今天这个盘中啊, 也股价修正, 大概2.68个百分点嘛, 这个地方也不必担心, 好, 那再来还有一些股票,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, 好的, 我说盘面上面热门的, 我举一个主群就好, IGBT的, 是, 有没有, 上星期8255的棚城, 对不对, 我跟各位讲, 这两股票在养空咯, 在养空咯, 好, 因为它融卷回补完之后, 对不对, 回补完归零了嘛, 对, 然后, 等到开放之后, 对不对, 那融卷卷单又再进来, 又再放空了, 结果放啊放啊, 8255的棚城, 股价又慢慢上去了, OK, 那这些放空的人呢, 其实, 从他开始开放, 重新开放这个融卷之后呢, 股价今天是创下开放之后的一个新高, 是, 好, 它没有标很多, 可是你进场去放空的, 短线的这些放空客, 铿城这两股票, 目前全部亏损, 它叫养空, 它不叫嘎空, 现在去空的人他还不怕, 可是已经在温水煮青蛙了, OK, 但是铿城股价快200块钱, 是, 有点高, 是不是, 对, 那IGBT的234的帽戏嘛, 对, 但是帽戏, 它又有点大, 嗯,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, 它是IGBT当中是属于一个, 呃, 在领先地位的嘛, 重诚以及帽戏嘛, 但是帽戏的股价快50块钱了, 对, 好, 所以我是跟各位介绍, 6168的红旗, 股价只有25块钱左右, 对, 还是IGBT的封装概念, 好, IGBT的封装概念,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抄一下下, 好, 记得我跟各位讲了, 的这个部分, 好, 好, 那另外还有一些, 在这个可以稍微留意的, 我们刚刚讲三个条件嘛, 稍微注意三个条件, 第一个就是军工, 军工, 第二个是二月收跟三月收要更好的, 第三个就是养空, 养空, 那养空呢最常发生在什么, 业绩不好的嘛, 或是投资人认为说, 你才赚这样子本益比太高的嘛, 对, 所以像之前有些被嘎的, 像这八九九六高利就是一样了, 这我们不用谈, 这个已经过去了, 八九九六高利, 它就是因为市场投资人认为说, 你涨这么多了, 涨到两百多块钱呢, 你EPS没有上来就放空,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, 你必须面对这个融件强制回补, 那养空的族群来讲, 我们刚才提到, 像这个蓬城, 八九五的蓬城, 那另外呢, 一个族群可以稍微留意一下, 比如说这八零四六, 对不起, 这个二四五的全新, 二四五的全新, 以及三一六五的稳帽, 以及八零八六的红杰科, 那这些股票呢, 你可以发现到说, 它慢慢慢慢的倦单也是在被咬住当中, 因为大家认为说, 中国大陆的手机不好嘛, PA的一个出货, 目前库存还很高嘛, 我跟各位讲, 这个就像当时的面板一样, 那今天这些都不是重点, 我以上所讲的大家, 如果各位, 您手中资金比较紧, 或是说您想自己操作的,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啦, 我就提供给大家这些方向, 大家可以自己拿笔抄一抄, 这些方向,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三月份营收, 跟二月份营收要好的, 华福为什么今天创新高, 六月三五, 我认为三月份营收会很漂亮, 好, 所以先反应了, 那这边我跟大家提到有一档股票, 股本只有华福的接近四分之一, 华福股价接近二十亿, 那这档股票只有五亿, 五亿, 它二月营收年增67%, 比华福年增55%更好, 而且我认为这一档, 我命名为小华福的股票, 三月营收会更好, 所以宝胜光, 各位你看到了, 可以用这八个字, 没有最标, 只有更标来形容台北股市, 宝胜光, 我教给大家, 过去八个交易日当中, 有七天, 今天都还涨停板, 天天都有涨停板, 不是梦, 而且重要的是, 我买完之后12天, 达成了波段104%的惊人数字, 恭喜大家, 涨了超过一倍, 那我认为这一档小华福, 会有一个, 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, 所以你前面都没有跟到, 那这档小华福, 欢迎跟上我们的操作行列, 来天天都有涨停板, 不是梦啊, 天王们如果错过了我们, 6517的宝胜光, 8天7根涨停板, 12天104%这样的一个涨势跟获利, 天王们接下来是帮大家准备的, 小华福, 天王们千万不要错过, 赶快打电话进来跟上, 明天带您进场来布局,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道中, 赶快播通哦, 也再谢谢我们的宇哥, 这次了解我们当中, 谢谢各位, 祝大家天天都有涨停板, 财经关键晚报, 标股智囊团, 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, 分析师丁兆宇提供, 108年金管投雇, 新字第012号,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, 个别有价证券,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,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,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, 黄鹤蒙和我们的众师听众, 尤其是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们, 跟进我们的专家, 标股智囊团的专家, 丁兆宇哥进场来布局了好朋友们, 真的是太开心了, 六五一七的宝胜光, 八天七根涨停板, 短短12点的时间, 104%的这样一个获利涨势, 这一天我们今天老师, 他全部获利放口袋了, 手上满满的现金, 准备要跟着老师, 我们的会员进场来布局, 哪一档好股票, 老师说了, 就是我们的小华福, 二月营收年增67%这档好股票, 三月营收也是非常的好, 欢迎我们赶快打电话进来, 跟进老师的脚步, 进场来布局我们的小华福, 我们的八天七根涨停板, 我们的十二天104%的涨势, 六五一七的宝胜光, 没有跟上的朋友们, 小华福您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, 赶快拿起电话, 下一个就拨, 023659333, 02359333, 这是大爱特务的电话号码, 想跟进老师进场来布局我们下一档标股吗, 就是这档小华福, 赶快打电话进来, 023659333, 023659333, 我念最后一次, 你也慢一点哦, 0223659333, 打电话进来, 就是现在播通我们的专线,